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一条 每一个铁血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能让他喜心革面的美女 每一个美女身边都会有一个一生保护他的盖世英雄 终于有一天他会踏着七彩云彩来营救他 冬哲是一名贩卖海鲜的小贩 和自己的好友铁袋一起经营 生活过得比较艰辛 一直提供货的老板总是欠钱不还 每个月还要固定送货 冬哲也是笑脸相迎 为了生活,他不得不这样第三下死 更多的是,为了他善良的媳妇,知秀 知秀在一家餐厅工作 由于之前的欠款 知秀拼命工作赚钱 看着自己日渐销售的媳妇 冬哲决定做一笔大的生意 向朋友介绍的人购买帝王鞋 如果能够成功,他们家一下就能报复 前提是要拿出押金一亿含元 这基本上是他的所有家当和人生 一天晚上,开车回家的冬哲被后面的车追尾 车里面坐的正是黑社会,红一男 他一眼就看中了知秀的颜值 眼睛都冒出金光 试验知秀的人就是宋知秀 韩国为数不多的天然美女 知秀的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没有哪个男人不为之所动 红一男给冬哲留下名片之后 开车离开了这里 因为他的车里面装着刚刚绑架的女孩 冬哲并不知道 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灾难 几个月之后 之前买帝王线的朋友传来了消息 由于在过海关时出现了问题 船已经被扣留,正在想办法解救 更为倒门的事还在悄然发生 冬哲在回家的路上 见到了几个陌生男子 在他的楼底下徘徊 这群人就是红一男的手下 红一男一伙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趁着冬哲没在家 江知秀偷偷的绑架 并且躲过了所有的监控 冬哲发现自己的媳妇不见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警察局报警 不过罪犯的手法非常熟练 给警察没有留下丝毫证据 与此同时,红一男打电话找到了冬哲 他们约定了一个地点见面 冬哲到达之后 发现并没有交易人 只有一大袋子钱 红一男打电话告诉冬哲 这袋子钱就是智秀的卖身钱 让他拿着钱不要再找麻烦 冬哲并没有答应他的可耻要求 善良的他拿着这笔钱找到了警察 希望警察能够帮助他们找到智秀 警察认为这可能是人贩子所为 但是效率依旧那样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眼看相信的人都靠不住 冬哲只能靠自己来解决 晚上找到了欠款的老板 一改之前的第三下司 靠着沙包大的拳头告诉债主 我将冬哲不是好惹的 别人欠我的一定会用拳头要回来的 他拿着钱找到了铁道的朋友侦探 借助私人力量找到了一些线索 根据调查发现 绑架之秀的车牌是买的 于是冬哲带人找到了赌场 小姐姐听到他们不是来玩的 立马喊人封锁了场子 打算要好好教训冬哲 然而他并不知道冬哲的传奇历史 在当年 他也是一位超级大手 凭极着一起之力 在酒店打倒了对方几十个混混 从此一战成名 成为黑道的传奇故事 直到他遇到了心爱的智秀 他才收敛了暴脾气 做了一个忍气吞声的顾家男人 冬哲靠着铁一般的拳头 一举见面了赌场的几十个马仔 小姐姐瞬间惊呆 麻溜地拿出了之前的账单 他说这些车牌收购回来之后 在高价转卖给一些黑道人物 对买家的具体用处不会过问 不过之前他们倒是留下了一张名片 这张名片正好和追尾的时候 红一男给的名片一模一样 此时出现了更为重要的信息 警察找到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正是之前一起失踪案的主人 这个女人在两年前 由于生病 只能呼吸 没有其他的反应 就是这么个植物人突然消失 警察当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查找 最终却一无所获 直到今天尸体被找到 更为奇怪的是 女人的丈夫主动自首 说是自己把媳妇给卖了 卖家就是红一男 当然 警察才不会相信这种鬼话 谁会买一个植物人 当我们是傻子啊 警察不信 东哲很相信 东哲找到了那名男子 索要了关于红一男的信息 之后 男子跳楼向王妻谢罪 最后还算是有点良心 顺着资料 东哲找到了一个红一男马仔 并对他进行了一顿审讯 马仔很忠心 到此啥都没说 红一男打电话告诉东哲 只要他拿着钱找到他 就能换取知秀 不过 他要先杀死他的马仔 才能相信他 不然 他就要淹死知秀 无奈之下 东哲假装勒死了马仔 之后从警局偷走了那点钱 并顺藤摸瓜 查出了红一男藏人的地点 东哲带着满腔的怒气 和紧握的拳头 将红一男的基地捣毁 但遗憾的是 红一男子将智秀带走了 东哲紧随其后追了过去 在公路上遇到了打算逃跑的红一男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东哲竟然能打倒那么多混混 命令手下开车和东哲同归于尽 然而 配角永远都是配角 东哲追上红一男后 送了一套还我骗骗拳 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到红一男的脸上 然后紧紧地抱着受惊的知秀 生怕会再次失去媳妇 一切结束之后 警察总算赶到 将人番子团伙一锅端 同时解救了其他被困的女孩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人番子折了最不该惹的超级一大手 男子用实力证明 我将东哲不是好惹的 最终 之前被扣留的船只被放回 靠着满载的大闸蟹 东哲一夜繁身 成为了一名起身上流的妇人 至此 电影告一段落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